人们对于美的事物 往往都是高度关注的 无论是壮丽山河 田间风光 朝霞夕阳 都会引起无数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的赞叹 除了自然之美以外 人们还十分爱美人 无论是烽火西诸侯的宝寺 祸国殃民的打击 还是一记红尘非子孝的杨玉环 出生乱世的李诗诗都引起人们的热议 人们讨论他们的美貌 讨论他们的命运 也关注着他们的结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也得以将他们运用在历史探究上 通过科学家的不懈努力 终于使得打起的真容得以复原 看完他的复原图 我们也不禁感叹 他确实是个大美人 难怪商周王对他如此痴迷 很多人第一次接触打击 都是在风神榜里 里面的打击原本是一只狐狸 因商周王冒犯了女娲娘娘 女娲大怒 便派打击下凡 蛊惑商周王 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商周王无心朝政 江山毁于一带 得到女娲命令的打击来到人间 幻化成一个美丽女子 进宫半价 诱惑的商周王魂不守舍 整日里沉迷美色 丝毫不管国家大事和百姓死活 在打击的教所下 商周王不仅杀忠臣 把他们掏心掏肺 还宠心坚定之辈 好好治理国家 都有无穷无尽的麻烦 更何况是如此荒淫无度呢 果不其然 没过几年 商朝就被西州所打败 商周王也自焚而亡 打击因此圆满完成任务 得到了封赏 很多人都因为打击 只是一个神话传说中的狐狸精 其实他是历史上 真实存在过的人物 打击本姓苏 出生于商朝周边的一个部落里 父亲是整个部落的首领 最让他一出生 就享受到了极其优越的条件 不得不说 投胎真是一门技术 打击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里 一生安逸没有丝毫的问题 就这样 打击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 长到了花一般的年纪 女儿长大了就该吓人了 为此 打击的父亲在全部落 为他挑选良绪 希望女儿可以有个好归宿 可天有不测风云 商周王不知怎么的 听闻有苏氏部落这样一个存在 便想要舒服他 让其俯首称臣 为此 商周王不惜派兵前来 如果苏氏部落不答应 士兵将会踏平这里 作为部落首领的打击父亲 为了全部落的安危考虑 只能向商周王俯首称臣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还将女儿苏打击献给周王 要知道 此时的商周王已经有七八十岁 完全就是一个半截入土的老头 打击还是一个花旗少女 让打击给这样一个老头当妃子 实在有些抱舔天物 苏夫做成这样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他虽然舍不得女儿 可为了大局考虑 他只能放弃当一个好父亲 就这样 苏打击随着商周王的军队 离开了从小生活的部落 来到了商王朝的首都昭戈 进入皇宫 成为了商周王的妃子 一开始 商周王对于苏打击 并没有多大的关注 于他而言 苏打击只是一个战利品罢了 既然送进皇宫了 就是自己的玩物 想怎么就怎么 虽然说苏打击是个美人 可自己后宫中 哪个不是难得的美人呢 可当商周王真正见到苏打击以后 就立刻啪啪打脸了 苏打击实在是太好看了 他后宫之中的妃嫔 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他半分 商周王很快就被苏打击 迷得神魂颠倒 他要什么给什么 在商周王的无限宠爱之中 苏打击也逐渐丧失了原本的善良 开始变得贪图享乐 杀人如麻 暴虐的商周王和残忍的苏打击 简直就是绝配 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几年 周文王和儿子率领部队 前来攻打商周王 商周王失去了百姓的拥护 一败涂地 最后不得已在逐鹿台自焚而亡 而苏打击也在混乱中被杀 看到这里 人们或许有疑问 苏打击到底有多美呢 能让商周王后来只独宠他一个人 对他有求必应 以前的人或许只能靠想象和猜测 可现在的我们 却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可以通过复原打击的尸体 来重现他的美貌 专家在复原后给出了一幅图 从这幅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苏打击确实是个美女 她的身材苗条纤细 腰不过盈盈一尺 仿佛一阵风吹过就能把她腰折断 再看她的脸 一双柳叶弯钩眉 一对寒情默默的大眼睛 力挺小巧的鼻子 一张樱桃小口 没有一个不精致的 这样一副人畜无害 让人充满保护欲的长相 难怪商舟王会被她迷得三昏五素的 毕竟谁不喜欢这种柔弱弱弱的女子呢 苏打击的美貌 为她带来了商舟王的宠爱 千百年来人们的关注 也带来了红颜祸水妖孽的骂名 一提及苏打击 人们几乎不约而同 就是一句狐狸精 大家都认为是她蛊惑了商舟王 让商朝就此灭亡销声匿迹 似乎每个人都觉得 商朝的灭亡苏打击 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毕竟如果没有她 商舟王也不会变得那么残暴不堪 毕竟她杀人有一部分原因 就是为了讨苏打击开心 每每苏打击出现在书籍和影视作品中 也都是一个极致诱惑妖艳 心肠歹毒的负面形象 在中国大众的心里 她已经成为了 祸国殃民的典型代表之一 将一个国家的灭亡 完全怪罪到一个女子身上 是荒谬至极的 毕竟国家是君主的国家 如果一个君主意志坚定的话 又怎么可能被美色诱惑呢 又怎么可能不理朝政呢 苏打击固然有错 可不一切都怪在她的头上 未免也过于牵强附会 历史上像苏打击这样的美人数不胜数 背负祸窝殃民罪名的也不在少数 难道长得好看也是他们的错吗 被皇帝宠爱也是他们的错吗 人们往往不从统治者身上找原因 反而将一切都怪在一个弱女子身上 实在是让人惭愧至极 接下来说 貂蝉之死真相揭秘 貂蝉古世容貌复原图破解历史谜题 貂蝉作为三国之中最声名卓著的美女 她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 尤其是魏大义握旋于吕布和董卓之间 成功使连环技奏效 除去了董卓这个西北大军阀 而除此之外 大家想必更关心的是 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 到底美到何种程度 貂蝉古世容貌复原图 或许可以让大家一窥美女真容 而且还可以从中推断出历史谜题 貂蝉之死的真相 据历史记载 貂蝉原名任洪昌 祖籍山西 与名将关羽为通乡 科学家们通过现代仪器 对貂蝉古世进行电子成像复原 从中可以看到 貂蝉确实是标准的美女 嘴如红鹰眼似明珠 明眸好齿 别样魅力可人 如此化容月貌 三国最强武将吕布把持不住 也属正常 凤仪亭中 貂蝉对吕布哭啼不已 吕布见貂蝉神伤 身上又有伤痕 断定是董卓那个老贼 欺负了貂蝉 本来他就心中有恨 朝中司徒王云 曾把貂蝉许配给自己 不曾想 却被董卓拦了先 把貂蝉抢走 吕布心中生怒 怒火直己 直奔董卓府邸 方天化己横扫树斩 蓄意之间 便结果了董卓老贼的性命 就貂蝉于水火之中 殊不知 吕布这司 只是在为司徒王云 做嫁衣而已 董卓死后 王云连同吕布 共治朝政 不想屁股还没坐热 董卓西北军旧将 李绝郭四 即刻率领十万兵马 杀奔洛阳城 吕布招架不住 带着自己的老婆貂蝉 跑路去了 而司徒王云 则含奋自杀 死在洛阳城城根底下 女儿貂蝉 双眼寒厉 不过势必人强 送走了董大魔王 又迎来了李大魔王 郭大魔王 汉家江山命图多揣 根本就不是他一个小女子 可以左右的 随后 我们这位三国第一美女 便消失在 《三国演义》这本书当中 直到后来 他和吕布一起被围困在白门楼 曹操大军横陈 唯有一死才可了事 在吕布被曹操杀掉之后 貂蝉的解决 倒是有点耐人寻味 按照曹操的一贯秉性来看 他根本不可能错过貂蝉这种美丽人心 取来自己享用 很合常理 关于貂蝉的结局 历史上有多种说法 不可信 也不可不信 第一种说法是 貂蝉早就与曹操有旧情 当年王允赠送曹操吸星宝刀 意欲让他刺杀董卓使 曹操就和貂蝉熟使 英雄配美人 情投意合也很正常 所以后来曹操打吕布 就是为了夺回原本就该属于自己的美人 所以最后貂蝉和曹操走在了一起 第二种说法是 貂蝉最后出家维尼 并且以异名方式写下杂剧 锦云堂暗定连环记 向诗人言明自己的政治贡献 最后在尼古安里寿终正寝 这个纯粹属于后人杜传 杂剧是元朝时候兴起的剧种 所以这个应该是元朝文人默克琢磨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 曹操在杀了吕布之后 把貂蝉送给了关羽 不过关羽不恋女色 就把貂蝉送回了农村老家 而貂蝉则一直首节未嫁 终于熬成了一个真烈老狱 被乡人建庙祭祀 第四种说法是 貂蝉还是被送给了关羽 并且被关羽纳为小妾送往成都定居 本想在功成名就后慢慢享用 不料自己兵败身死 可怜的貂蝉从此流落属中 成了寂寞无主的村妇 第五种说法是 貂蝉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之后 选择隐居终老一生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 OK